大家好,我叫追神 好开心在这里将我的见证分享给大家 我在2013年和家人一起从中国来到美国 现在已有八年 当我来到美国之后 周围的环境让我很陌生,很害怕 因为这里的环境需要足够的英文 才能生活 因为英文的阻碍 我不能专心学习 也不能好好读书 因为如此 我慢慢的跟其他人打游戏 因为打游戏 我经常缺课 也对学习没什么兴趣 没有理想和计划 因此老师常常打电话给我妈妈 向我妈妈投诉 然后我妈妈就很担心 把我送去补习班补习 可是我一直都不愿意去 她只好时时为我流泪和祈祷 在2021年 本来根据我的成绩 不可能在高中可以毕业的 然而疫情的来袭 让我毕业了 毕业后 我好迷茫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当我妈妈担心我常常在家里打游戏的时候 我妈妈在2020年9月安排我去加州 希望我在加州有一个好的开始和努力学习的动力 感谢主来加州之后 我真正的认识主耶稣 我认识了很多圣经的道理和教会的兄弟姐妹 因为以前沉迷打游戏 我无法集中学习 我真的时时刻刻感觉到神在帮助我 因为单单靠我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实 我很小的时候会和妈妈一起去教会 她是一名基督徒 那时我不认为神的存在 但今天我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存在和真实 在我来到加州之后 开始感觉到很多的不容易 读大学大半年没有credit的课程 但今年春季终于有一间好的大学 接纳我接受我为他们的学生 刚刚考完试出来 成绩还不错 我深深感受到神 所以我深深的相信神在帮助我 今年四月 我决定相信主耶稣 并且接受洗礼 祂是可以改变我的神 感谢主耶稣 让我可以认识祂和经历祂 感谢妈妈 感谢姐姐 也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 对我的帮助和教导 愿所有的荣耀归我主耶稣 多谢你们的收听 愿主耶稣祝福你们 感谢主耶稣 可以听到追神美好的见证 我深深知道一般沉迷网络游戏的人 真的不容易戒掉 但感谢神在追神身上有很大的恩典 我珍惜以追神为用 西篇五十六篇八节 我几次聊你 你都记述 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多记在你车子上吗 其实追神的妈妈 每一滴在神面前聊的眼泪 神都看为宝贵 如同珍珠放在他的皮带里 如果有人像追神以前一样 或者有人的孩子像追神以前一样 我在这里鼓励你 请你不要坏心 将你的困难放在耶稣的脚前 耶稣明白你 如果你有感动的话 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 求你怜悯我 求主耶稣的保险来揭盖我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遥述我 我承认主耶稣是我的救主 求你释放我 帮助我脱离网络游戏的宽宝 愿你的己意成就在我身上 我奉主耶稣的名 断开一切网络游戏的宽宝 以上的祷告 奉主耶稣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用恩惠如同断牌 西面护卫你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